就是感覺整個內容產業就在變化 然後我就想 就是大陸那邊我已經找了很多人 然後台灣這邊我就想收集一點現實 就這樣而已 明明是這位作者嗎 作者 其實我帶過來啦 陳孝敏 對對對 我秀這個不是跟你要輸的意思 竟然你都拿來了 我本來就是版了一些書就是可以寫 本來我做這個其實不是為了要當什麼作者來 我是想實驗一下就是粉絲葉然後眾籌 然後到最後就是複線然後再開什麼事件會的整個輸程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出的嗎 我自己出的 本來想說找什麼代課出什麼之類的 但是第一點我有一點基本能力 然後第二點就是我在大陸跨海溝通 成本太高 台灣這邊很困難 對我知道 沒有台灣挺好的 但是就是我那時候沒有辦法做一點事 後來就自己寫台版校高印刷眾籌 OK然後完成度很高 對啊其實很專業看起來 因為我以前是出版社的 然後那時候有就是找了以前的編輯方 以前的編輯以前那種 其實是因為台灣有一個很好的那個環境 就是同仁制這個東西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有很多人就是做這個 然後我就接觸了那個 有一個很靠服的出版社 就直接把當時做的那一套 然後現在做這一套 就是生產的問題就幾句了 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內容 你也反正不可能在那邊出版 那你必須要在台灣裡面 其實我想要的話也可以 因為我現在公司本身就是出版社團 是嗎 對我很容易接觸到獨立這方面 但是我覺得我不想要弄得這麼 這個公司假牆 這樣子的情況 而且同仁制的這個圈子在那邊 現在的狀況很好啊 因為大陸這幾年就是他們本來 他們很缺內容非常缺內容 他們在三年之內完成了硬件的跨越 對 然後但是他的那個內容是遠遠的不夠的 本來他我在台灣八年前一定要出版社 然後他說那時候有一家說 你就想全部買下全部的版權 在大陸的發行的全部的作品 因為他非常缺 對所以這幾年兩三年來 他們就是非常的努力在鼓勵內部創作 OK 投入了大資本 然後也壓抑了就是國外的進口 發了這個情況 OK 所以聽起來是就是還在想講 就是我最大的問題 就是就是我特別想找一個 就是多聊這個原因 是因為大陸雖然大家現在看起來 就是特別的木薄 但是其實我自己在裡面工作 我就有一種感覺 就是沒有我剛去的時候的那種 機會很多 然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然後你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得到 給一點業績向他成長 對當然這也多 然後當然第二點就是 你可以有很多那種市場的反饋 然後你可以得到很多地的經驗 就比如說我剛去的時候 是2011年嘛 那移動物流量剛開始 那我去過一個遊戲的時候 我可能我腦子沒有想法 然後我就可以從用戶的反饋裡面 知道這個東西用戶他會買單 然後在後面就是做發行的時候 可以知道他可以跟線下成績結合 然後翻端全放 然後這樣好 我碰到情問題 得到情反饋 那時候就是感覺這一切就是 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然後你的成本不會像現在的 這麼誇張到 只有大資本投入才可以意外 我自己第一次創業 199596年 在台灣也是這樣子 對啊 就是用對大家都是全新的東西 大家都非常非常願意 但是這個一直熱到2000年嘛 所謂的.com過 然後在.com burst 那之後大家就發現說 有些事情適合用這個技術做 有些事情沒有那麼適合 那大家就變得比較理性 就沒有一個高度成長的感覺 沒有那種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 我可能是被灌壞了 因為畢竟一開始工作就是那種環境 你就會習慣那種爽感 但是後來就是 尤其是最近兩三年吧 就是很明顯感覺到 公司它本來可能就是 本來我又獲取用戶 只要一塊錢是不用錢 所以我可以試嘛 然後 但是現在基本上 30塊錢 20塊錢這樣 所以公司也是只剩 完全可以理解 然後第二點 用戶也很難留住 然後留住之後你也很難便現 然後而且就是垂直領域 就是越來越雜 就一開始就是 你是遊戲跟圖文嘛 這些東西很明確 然後直到最近兩年的 就是直播跟那個短視頻 然後我就覺得那種感覺 就有一種很明確的感覺 就是用戶的精神需求在轉變 但是到底轉變成什麼公司 然後用什麼去滿足它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然後大陸他們自己也是很意識到這點 所以他也很想要轉型啊 生產各種內容啊 什麼短視頻直播 然後這次付費 基本上就是三大月有點簡單 但是就是 就是開了很多會員在大陸這個地方 我參加過的恩賊 然後現在大家就是一個 是很寒冬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機會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吧 但是算是都是帶這個節奏 那我就覺得整體來講 好像就沒有一種 就感覺不對 然後中間有一組人去敲避了 現在都沒有回來 對 有很多台灣人 今天好像我覺得好詭異喔 就是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來啊 就是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但是我也不是很擔心這件事情啊 我只是感覺到 好像整個內容的產業大概變化 嗯 就這樣 好 我自己的觀察就是說 因為創作成本大幅相降低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哪一個頻道 都在跟越來越多的自主創作者 就像紙本以前的門檻是非常高的 只有像您這樣的專業者 才能夠自己完成這段延程 那但是你講短視頻也好 或者其他的YouTuber這些也好 現在都是一個人用一個設備 就可以完成的創作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它可競爭的那個門檻 那麼低的情況下 它會陷入一個類似完全競爭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不過這個我想這是老神常態的 所以你想問的可能比較是說 那接下來做什麼可以 比較不那麼紅海 比較藍海一點 是這樣的問題嗎 我想知道就是大家 對於現在這種內容產業的變化 然後他們自己的看法 他們是什麼 就是 不是應該說您的看法 就是 比如說我去參加會議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資本 其實內容產業 就是三大部分 第一個生產方 比如說作者 短視頻的這個作者 到他們的NCM接口機構 然後接下來是就是用戶 但用戶接觸不到就在學 然後接下來是像民眾品牌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資本 就是投資者 文育投資者 那這四方面的這種意見 我最近就在大陸裡面 有收集了一批 對 然後我現在就想知道 大家各自自己的想法 OK 有一位之前有一位叫做 張潔平的一位創業者 他 您也許有聽過 也許沒有 他有創立一個叫做 Matterness 就是一個算是 這個區塊鏈為基礎的 一個新聞產生的一個平台 對 那我跟他是有一段對話的 那這個對話 我之後會在紀念節給你來參考 那我們討論完全同一個題目 就是關於內容產業的未來 關於付費分享共享機制 關於大家要做什麼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想我就用一個非常概略的 因為這個逐字稿裡面大概都有啦 我會覺得說 社區動力 就是讓參與這個內容社區的人 他不只是好像我透過金錢的介入 可以獲得一些更高的一些順取權啊 想先看啊打賞啊 什麼這些你當然都很熟悉的嘛 而是說有可以是一些共同價值的領域 好比像說我們一起來唱一個什麼 或者是我們一起來動員一些什麼 我們一起來造成一個什麼實質的改變 那這個在台灣我看起來是比較多人 開始往這個方向講 那好比像說我們在聯合這個新聞的這個集團 他們就有一個甚至專門的網站 就叫做唱一家 那唱一家做的事情就是來唱一個各種各樣的事情 那像他們一個月會找客座總編 那這個月就是我啦 那我倡議的事情可能就是永續發展啊 透過數位進行治理啊等等 那在這樣子的策展的過程裡面 等於他的讀者就是共同創作人 那這個共同創作人他是基於想要看到我們改變 某件事情發生的這個能量 他注重的不是質量 不是說這是高質量的內容所以我來訂閱 而是說我對這個內容有相當高的參與權 所以我才來訂閱 那有點像維基百科的參與者的那樣子一種倡議模式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在台灣 目前很多的寫內容都開始往這個 就是它模糊掉創作者跟使用者重點的一個界線 然後用一個共創的門檻的一個方法來發展 那我覺得內容產業很容易走到這一步 因為你作為創作者的門檻在下降 而作為使用者它們對應的需求 而不是只是娛樂的需求在上升 那所以這兩個加起來大概就是鴻鴻創作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常的有主資料 就是模式聽懂的就是互相參與 以及跟大陸的什麼直播啊之類的就是 直播就算它的初級版 對 但是當然直播的參與 但是比較片段嘛 比較破碎 對 那但是我講的比較是說 就是大家一起來達成的什麼事情 對 那這個的話 那個很俗啊 那個變現的話怎麼考慮 變現的考慮 好比上說 如果你現在是要達到一個社會的改變 那通常兩個方法呢 一個就是你去募捐 這件事情是公益嘛 那所以說大家對著這個公益 願意花很多錢 但這個大概只有是在這個 是重大災害啊 或者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好像我非捐錢不可能有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可遇不可求的啊 那第二個呢 比較容易的呢 就是你直接讓大家用個群眾募資 但是是類似股權式的模式 像這種概念 就是說 其實所謂的STO也好 或者是炒幣也好 它炒作的部分我們先不管的話 它後面是有一個很合力的一個模型的 就是群眾募資我們就是說 這個項目就是要100萬嘛 我沒有募到100萬 我們項目不開始 所以大家都非常有這個動機 去要清晨好的套錢出來嘛 那現在只是再加上說 那這個項目之後如果 它真的產生了一個可以自營運的一個模型的話 那大家還可以繼續有分潤 那所以所謂的幣圈炒幣發行什麼 我們先把就是割韭菜 就是違法的那一部分先不管的話 它在底下是一個 以群眾募資為基礎的一個 先行投資的一個模型 那這個呢 也是我覺得還蠻成立的 產業化的話 是不是要有規模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不用掉特規模 應該說它的規模就是剛好 到能夠大家絕對解決的問題的時候 那一個人他 因為以前傳統的狀況 都是一個產業持續一段時間 然後把用戶養起來 然後從他們身上 基本上收費 大致上的這種感覺 那現在如果是這樣的模式的話 那他只是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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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我講的都是長期短期 像有一個網站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叫做Patreon 那它是一個叫做訂閱師全面 那所以它在這邊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文創的工作節 那有滑漫畫的 有這個做音樂的 有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呢 他就是每一個創作者 有這樣子的一個專業 那好比像說 我們找一個做合唱的吧 Pieter Hollands 那就有4000個人 讓他做人生合唱等等 然後大家都願意每一個作品 給他10塊錢 給他25塊之類之類 那每一個你付越多錢 你都可以越早參與他的現實創作的過程 那他說等到大家集資到每個月多少多少錢 那我就開始做更進階的一些作品 那像這樣子一種訂閱師群 我在這個網交上是已經非常非常成立 有很多就是比 就是一般就是收入比一般漫畫家都高的漫畫家 這些當然都是美金了 那甚至你就是付1塊錢或3塊錢 每個月你就可以看到明天的漫畫 因為他就是畫每天的漫畫 那所以我這邊講的都不是養了使用者之後 好像不斷的 你不用特別在做時就收他們錢 而是說他們每個月之所以供養你 就是一定會想要跟他們繼續創作 那而且你付越多錢的越可以供養創作 那為什麼這個模式 基本上我剛剛看起來 一般都是台灣你知道 就是以年齡層來說的話 就是內容產業基本上收割的是全 就是不收割 就是用戶的受眾 然後跟負貨模式是更具年齡層來的 然後現在能夠接受這個模式的 有青少年跟年輕人 然後跟壯年人的一定Label 就很中高的Label 像那些SOS Reader 也有很多膚淺的人 他甚至是就是他有一個特定的理念 他就是希望有作者一直在為這個裡面寫文章 寫文章詳益 這也是很多的 這是我覺得是全面影響的 全面影響 全面影響 對 好 像普通了嗎 對 那 但就是說這個跟傳統的想法 最不一樣的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靠類似像IP授權那種 你只要做一次就可以一直賺 它必須是建立在你不斷跟你的讀者套進你 還有台灣叫管呢 在這個前提上 教復部的路線 我最熟悉的是這個路線 別的路線我不熟悉會不多評論 那你對這個模式呢 這個 這個模式的話 他要怎麼去確定他的基本線成 因為他不到這個基本線成 他就不開始創作 他就還在上班 那如果他現在就是只是一個素人 對啊 那他 他要開始走這個路徑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吸引他的用戶 你就Portfolio啊 素人他一定有一些創作的行作 那他不管是在粉專或者在哪裡 他給人發現了 然後爆紅 通常是有一個爭議的議題啊 或什麼 然後就從那邊開始展開 通常都是議題行銷 現在台灣的這個內容付費 是走向這個模式嗎 以我所知的 我認識的幾個大概都是往這個模式 或者是他在別的副業 像有一個叫做沃草的 他大部分做的其實是時事的 就是類似政治的普及化吧 政治普及 政府教育 對 那但是他也 他們的團隊也畫漫畫 那他就是做了一些人物設定 然後在這些人物設定的周邊去進行發展 那但是他因為是政治的普及化 所以他的樂團就一定跟他有非常多的互動 因為他就是希望大家多參與 所以我購買的其實不是產品 我購買的就是一種感覺 對 是一種信仰 而且我買了越多 我參與程度越大 我買到一個程度我就變成編輯了 那不是說很多編輯怎麼辦呢 那就共筆啊 維基百科就加來了 那這個共筆的特循 就是最後這個作者他要把衣服化成藍的還是紅的 他聽誰的 你可以兩邊用那個平方投票法投票 然後出最多錢的給你們嗎 哇 神奇啊 是 就是 感覺就是好要求人的四成 也不會啦 還好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 反而是自由市場的一個體現 對不對 其實股東就是這個意思 只是說以前你設立公司很困難 你不能每個項目都來設立家公司 那這個有點像一個虛擬公司的一個概念 嗯 那我來問個問題 就是台灣現在 因為我走了很久 所以我有點好奇 台灣現在的網路產業是一個什麼狀態嗎 網路產業那麼多層 就是很想要問一下 就是我一回來就是感覺到 基本上用的都是Google 然後Facebook這些的 然後就是好像本身來講 不知道網路產業是一個什麼 就建設在哪個部分的那種 不過PTT也是 也是非營利也是自製的 PTT也很會啊 對 那如果不是內容產業 就是在所有的分類裡面 台灣的網路產業裡面 最突出的那三個是什麼 比如說大陸就是電商 然後內容產業 然後剩下可能是 比如說工具類的那種 工具類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就是殺毒的 就是360殺毒啊 什麼應用水槽啊 那這個不得 那個就等於在台灣 等於去世可及嘛 就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就等於其他 對 其他 對 其他 台灣我覺得一個是 軟體跟硬體中間的整個 好比像說GoGoro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裡面有其實非常多軟體的 甚至是創意的成分 但是它畢竟還是一台網路產業 對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做硬體製造起家的 所以當硬體製造的毛利相對降低的時候 那它就會開始往上面 離用戶越來越近 那它離用戶越來越近的時候 它硬體的底子還沒有整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可以有一個比較 垂直整合的一個情況 那像有一個叫做人工智慧實驗池 AI Labs 那同樣的他們也做的就是AI 可是它AI不管是做在 就是智慧生活 或者是做在人機界面 或者是用在醫學的診斷等等上面 它賣的就是說 我這個絕對尊重隱私 我資料不會傳去台灣 然後大家是可以相信的 它賣的是一個信任 所以它是一家非營利存值 但是蠻賺錢的 對 所以就是說大家在賣的 我覺得在台灣 就兩個 一個就是軟硬體整合的這個能力 那第二個就是說 人跟人之間是基於互相信任 而不是基於好像賺一票就走 的這樣子一種長期關係為主的一種社會創始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台灣的特色 它當然組合起來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更多 好興趣喔 嗯 嗯 台灣的這個網路產業是 紅色呢 還是普通呢 還是是什麼呢 就是 比如說在大陸布林網 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發達 然後它發達的原因 我覺得還是實在背景 跟人需需求的 實質地等 然後 在台灣這邊的話 每一次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還是一個實體的世界 嗯 然後網路的話 好像 比如網路產業的話 我覺得它好像是實體世界的一個 延伸嘛 對延伸的來源 對啊 因為台灣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當你提款機非常普遍 然後便利商店到處都用的時候 你做純粹虛擬的 有沒有什麼必要 因為你其實一定有一個物有點 那個點就是你家旁邊的某個超商 所以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 我一定是最後一領路 它一定可以到你家旁邊 它不用什麼都用快遞啊 什麼都用 什麼東西來來送 那又因為在台灣寬平之源 所以 任何地方 偏向離島等等 都一定有寬平 4G啊 這些可以去使用 所以它就比較不會有那種 好像大家都擠到北上廣深 等等的這些地方 因為這些地方的基礎城市 特別發達嘛 其他地方的基礎城市 沒有那麼發達 在台灣的話 每個地方的基礎城市 都差不多發達 所以 大家就會選擇自己 最舒服的哪個地方去住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它發展的就是 一個區域成績 它就不會變成 大概全部都擠到 幾個大都市裡面 然後只發展那些大都市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台灣發展的一個 我們區域平衡的一個特色 就是 當我們剛開始有網際網路 就是互聯網的時候 就是以一個 就是全台灣均衡的一個 叫做去想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沒有像他們那種 過度集中的一些 所謂的亮點的潛在 所以我覺得 很難放在同一個尺度上 就是這樣 嗯 我也是感覺到 就是兩岸明顯 就是很大的不同 對 那我非常知道 台灣是怎麼樣 對 我們可能就是 以區域的平衡 跟人跟人之間 人際這種 永續的長遠的關係 來 就信任 來來做基礎 所以台灣這個地方 如果要做 不管做任何成績 基本上 第一點信任 第二點互動 第三點體驗 是這樣 是這樣 那那種就是 對 人油跟各式各樣的 那也會有 就是普通的 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 他可能就是Label 或者說他的 他的需求可能就是 晚上回來看個片 對 那這一類人 他們現在使用的是 什麼樣的服務 像MOD 現在很多人用 那就是中華電信的一個 類似機場合法 因為剛剛講到寬頻 非常的不接 所以說你的電視 其實也不一定 你只能接 有線電視 或者無線電視台 你也可以透過網路線 然後去接個MOD 那MOD最近 才跟有一家 叫Netflix 的 談到的合作 那Netflix當然 又是自己會創作 很多的一些 甚至還是互動的 一些戲劇 所以也就是說 台灣其實特別能夠 接受其他地方來的內容 你只要打個中文字母 你剛剛講的那些 一般的朋友們 也都非常可以接受 那直播的存在是為什麼 就是這樣 比如說就是什麼 Mainman 那他們這個服務的用力 都是怎麼樣的一個想法 直播我覺得有兩個吧 一個是說 他是作為實體活動的一個補充 台灣的實體活動 我現在非常喜歡用直播 因為他的發現率高 而且可以自動錄個影下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不是取代了實體活動 就是說 你還是看到那個地方 是一個有互動的 而不是只是一個棚 不是從棚裡 而是實體的兩個人 三個人 兩百個人 都有的場所的 這個直播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台灣也是蠻走的 蠻多的一個趨勢 就是說在直播過程裡面 參與者對於內容的參與權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如果留言沒有參與權的話 那為什麼你不錄影就好 所以大家在直播的時候的那個 互動性是要求特別大的 就是直播主幾乎要一直看著留言 那有沒有就是想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那種比較一般向的直播平台 就是進去的時候 不是滿貧妹子的那種 那Facebook跟Youtube就是兩個大的 那本土來說就是一般向的平台 好像有一個平台是好老師還是什麼 可是我看到的現在很多都是 他直接往內容應用加值這些層做了 他就乾脆就底下就用最一般的Facebook跟Youtube 因為他並不挑剔 對他要賣的不是在直播的當下買 他是在直播前直播後買 直播只是他 只是取得客戶的方式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不用挑剔那個直播平台 直播也沒有辦法那麼方便 相對上來講沒有那麼方便 但我覺得這倒還好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的是長期關係的好 那他要的就是訂閱式 而不是衝動式的制服 那其實直播平台你客製的話 大概都是為了要衝動式的制服 信任、互動、長期關心、體驗 然後把這個元素串在一起 可以來實驗一下就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態 大概是這個狀態 然後哇很受傷 下次我來試試看這個 謝謝 我覺得我今年下半年可以來這裡看這個 那那個我想問一下就是 就是感覺最近我在大陸這邊 遇到很多那個台灣的年輕人 然後就是他們就是會跟我說 他們想就是出來外面找一些機會 然後我想問一下就是不知道這個是我的 因為我在大陸飛我肯定看到 我是已經買了的人嗎 然後我想知道就是在台灣就是一個 那個比例是一個很少還是很多 還是特別是一個想要想 當然有各個大陸 有澳洲大陸 有澳洲大陸 有美洲大陸 對那以我們的統計來講 其實往PRC方面的其實並不是排名前幾的 我們可以說台灣人剛畢業之後 現在流動率特別高 大家特別想到各個不同的地方 但是以去的那個就是目的地來講 像澳洲啊或者是這個北美啊 甚至歐洲啊都是相當相當多 那在這方面就是中國大陸地區並不是特別高 那他們就是他們首先第一個想去哪裡 澳洲 嗯不是我覺得是分成他們在原先階段 好不像說如果是打工換宿打工度假 那當然是有簽這個協定的 那有的他是比較是想要去做一個職場的一個體驗 然後見習生啊等等 那有些他是已經讀到比較後面上的博士 他去的時候就已經是想要加入一個團隊 來解一個體驗 那那個核進步也有計劃去西部啊 或者最近可能去法國加拿大啊這些地方 所以就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要看他在哪一個學習階段 但是大概他第一次出去的時候 他現在大概都不太會收到就是語言的音質的局限 就是他會在此之前就把那個地方的語言先摸透 因為現在主要的好處是 就是你即使只用DuoLingo這些網路上的方式去學習語言 也幾乎沒有什麼成本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兩年之後要去法國 那你學法語就自己學就好 它不是一件像以前那樣遙不可及的事情 那以前大家會比較去學 就是講華語的地區 當然原因就是因為不用特別學 但是我覺得年輕一輩的現在 他們只要是想說的 有人找我英語或其他文語其實難怪 小出國的人現在比例是多嗎 爽嗎 增加嗎 減少嗎 我覺得小出國的人一直都很多 那我剛講的是說現在門檻降低了 所以實務上人就變多了 但是他當然到一個程度他也許就想回來 他不一定自己回來也許帶一團人回來 所以重點倒不是人才外不外的人 重點是這個隊友 那我們就是也發現有更多的新經濟移民 從就是印度啊或就是東南亞地區啊 或者其他的地方來台灣喜歡上台灣 然後就願意待下來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還正在做一個 叫新經濟移民法 就是他們就可以很容易地認識台灣人 那你做什麼呢 什麼都做啊 就跟任何其他地方以前人一樣 只是說以前我們出去很容易 但是不太讓人進來就跟日本一玩 對 但是現在我們也跟日本一樣 把它放得非常的就是 你只要願意來這邊創造一些社會價值 願意好像我剛剛講的是一個 永續的信任的一個態度 認同我們整個藝術制度 那就歡迎你們到台灣人 那所以我在就是 我覺得因為我在哪裡都會見到這類人嘛 然後 然後他們這個人要出去就是因為他們想要出去 嗯 然後可能他們會回來或者不會回來 對啊 然後大部分的人會回來 到某個點上他想回來的時候 我們準備好環境讓人回來 那回來之後 就是大部分 那他們做什麼 就是我還在覺得 因為台灣的話 就感覺很像半導體 然後 就是 金融業之類的可能比較發達 那除此之外的其他產業 也有很發達的別的 新農業也很發達 這個全國經濟也很發達 做人工智慧聯網當然是非常大大的 那就是台灣的好處就是 它不像一些比較小的周邊的經濟體 它上面只能做一兩個 台灣每個大概都有人在做 那但是我覺得主要的差別是說 我們做的時候 像我剛剛講的是 剛好解決一個地方的問題就夠了 所以台灣構成絕大部分是中校企業 這跟韓國剛好相反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來這邊做到一個程度 因為你就想創業 那創業的時候 題目更新 所以是變成挑了 對吧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不是說 你選好的你想要做的行業回來的 而說來這邊認識的一些人 發現有一些社會或環境或經濟的一些挑戰一些問題 想要解決 那就闖個業 或者加入一個新款頓來解決 那這個在台灣的氣氛是特別難看的 那他們的話不用考慮錢的問題嗎 投資然後他們自己的來幫我們生存的成分 然後陪伴這些的都不用考慮 台灣有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你在任何地方都有環境網路 所以當你經濟還沒有那麼就是自足 但是又想要創業的時候 那麼就挑一個稍微偏僻一點的地方住的話 就不一定要住在大都市 也就是說因為尤其高鐵通了之後 它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你可能只有一個營運的人在大都市 在台北或在高雄 那但是可能開發的人或什麼 就是在旁邊的一些人 比如說不定生活平均還更好 那這個其實是很多人的創業模式 那等到他證明說一個創業模式成功了 那他才移到都市裡面 你有沒有現在就是 台灣這邊對什麼什麼部分改變需要 就是什麼數位經濟 這個內容產業的哪個部分是投入的 就是資本投入的 資本的話現在以我的理解 大家都是在找兩個嘛 一個是說現有的所謂傳統產業 就是台灣做得很好的一些 本來的一些製造啊 智慧器具啊 紡織啊等等這些東西 怎麼樣把它加入智慧化的元素 這個是大家都在做的一個題目 就是人工智慧怎麼樣子去讓產業轉型 這叫產業化 那另外一個大家很喜歡的一個題目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把國際的一些 好像說無人車 無人機 無人載具這些東西 在台灣做一些實驗性質的一個應用 像我們剛剛提到偏鄉呢 很多偏鄉它如果用無人機來送貨 那其實偏鄉的生活品質馬上就提高了 那所以這種讓在地的生活品質的地方 我們在地方創生 那這個時候引入新科技 讓地方可以創生 讓這邊的老人家 在沒有那麼多年輕人回來的情況下 那還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那這個也是現在台灣很全力投入的一個題目 就叫地方創生 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就是 我自己很想問這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在大陸工作太久了 我其實也是很想要 也許就是回家 不如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我就是想做的事情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就是我想 台灣就有很多那種年紀禮拜大的長輩 然後他們想出國玩 尤其是到大陸玩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還是有一種情緩 知道了 我爸有愛 知道了 然後去年就是我爸來北京跟我住了半個月 然後他就非常開心 就是他就叫我不要跟他 他就比跑去亂跑 我早就怕我就嚇死了 然後我就 然後後來我就認識 因為我爸這個年齡不斷 然後我也參加了他的活動 比如說法國山之類的 OK 然後我就見了很多就是這類的長輩 然後包括我沒有我老師 所以我也認識了很多這樣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好像都想要 就是去大陸 他們也沒想到他就想去看看這個地方 對 但是他們擔心自己的健康 嗯 然後他們想體驗在一個現場直播 他們沒辦法體驗 嗯 然後做出的話 他們習慣去問別人說 你覺得很好 他們不太習慣用現在的那些 譬如是勸染兒什麼的 對他們來的那些習慣 然後其實我曾經有一點想說 如果我不考慮生存問題的話 我只是想要就是在台灣做一個 利用服務 那也挺好 對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長輩 然後你想要去大陸裡面玩的話 就我可能可以給你先 給你前期做過 吃功課 然後給你一部手機 然後裡面有所有我的 因為他們現在現實 情況是不也很好 很好看的 然後之前都是我開過的 你拿到那邊就可以 因為我想過有Plan A 然後Plan B 就是我想在那邊 付一個房子 然後可能做一個 就是MV 附帶服務 這兩個聽起來是有忠孝的 對 對 對 因為我那時候想過 是不是 對我那時候想過 是不是要找人幫忙啊 或者是創業資金啊 對等等 然後後來就是 考慮到走什麼意思 我還不是很敢 然後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我這種 就是老 長輩方面的 這個純粹是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吧 看我爸開廳 我就不開心 然後第二種就是 就是如果有人想來大陸就業的話 然後也是想 也是同樣是MV的模式 但是變成一個就業項的 就是路人家來那邊找工作 可以先來那邊住 然後我跟你先說一下 無險一起倒是幹嘛的 對 然後面試的話 就是他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他的想法 你會有什麼怎麼樣 然後跟還有就是 不知道我們大陸婦聯網 有這種陸名的 就是覺得他很好的 那我不會沒說他不好 但是我覺得 有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把我自己做過的東西 可能大概講一下 就是這種精神知識 精神支持 然後算是陪伴 然後兼解決做出問題的 這三個方面 然後我曾經想過這兩個事情 然後想問一下 您的看法 我不懂的是 我不多評論 因為我上一次去北京 那是1995年的事情 所以其實好像跟現在的北京 是不同的世界了吧 對 所以我只能說 我覺得任何想法 你在市場上測試的時候 你都可以運用你一件很熟悉的 像循伴母子這樣子的方式 進行一個市場實驗 等於有足夠多的人感興趣 那如果沒有那麼多人感興趣 也許你給我畫你的貼文 出走看 對 那這個我知道 是一個一般性的建議 可是因為你的這個領域 其實我真的完全沒有你的 成分之餘那麼熟悉 那我其實還想說第三條路 就是 我想要就是學會拉二胡 然後帶著這把二胡 然後到就是美國紐約 紐約跟加拿大 因為我很有親戚 然後在路邊拉二胡 各種直播平台跟快手短事情 然後來做三個月的實驗 看看能不能有 就是短視頻的收入裡面有多少 然後直播的打響能有多少 這也同的意思 對 然後這個 因為大陸其實就是 雖然說它封閉 那一般人對它的影響就是封閉 然後互聯網發達 然後現在很多 韓國之類的 那其實就是我在裡面生活之中 他們其實對 像比如說這本書吧 真的是對他感興趣的大陸 人比台灣人還要多 然後他們想要趕進去的第一點就是 他想知道別人到底是怎麼去看到我的 是 然後第二點就是好奇心 就真的是好奇到我在路邊 就是地上我就把這個擺拍一下 然後旁邊那個大媽經過 然後就都都走回來說 欸你在幹嘛呀 欸你台灣的啊 你來這到底是怎麼樣啊 所以他們有很長的好奇心 是 所以我就想做一種第三個路線 可以啊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像是當作 也是一種sabbatical 就是放自己一陣子下 然後做個小時間很簡單 因為你在那裡有親戚 所以等於住宿不成問題 是這樣就過保護死而已 沒有 你就跟他說我要做一個實驗 他願意支持就過去 不願意就過去了 可是我都覺得現在經濟好像很不好 然後死了值 薪水哪裡哪裡來啊 反正想過這類的事情 那我也知道這個問題其實跟那一段 很明明的不行 因為就是沒想到這方面的事情 總體來講就給的不錯 嗯 我覺得都是蠻有創意的 那其實做起來很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做起來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你就把它寫成筆記 寫成筆記 就對大家有共享 大家就因此 學習到一些什麼 我覺得成功失敗都是很短暫的東西 因為台灣人生來講的話 現在比較注重就是 體驗互動然後過程 然後分享大致上的這樣 是這樣 然後變現方面其實沒有那麼 就是有要 但是沒有像就是可能那麼 必須非常有一個很大的經濟的那種追求 對 等於是說我們這個叫做包容性的成長 經濟成長還是很重要 但它不能犧牲掉社會或環境 社會或環境 就是在這裡的指的是什麼 好比像說在一個地方創生 如果只有領頭的那一個人賺了大錢 其他人都沒有賺錢 那它不會被看作榜樣 它會被看作是 就是不是一個榜樣 或者說它賺錢的過程當中 對在地的一些環境造成了一些 生態上的一些破壞 那好比像說 那一些特有的物種這個減少啊等等 那一般來講也會被譴責的 對所以它必須要在不破壞這個社會的 我們叫做 equality 就是它的平等 然後跟環境的這個永續 這兩個都不破壞的情況下去賺錢 那當然因此這個 有一些把成本外部化的賺錢方法 就沒辦法用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你看到的都是比較有耐心的資本 大概就這樣 有耐心的資本 在台灣有資本 台灣的資本它是資本 比如說在大陸的資本 一下子就紅山基金 某某投資這種感覺 當然我們這邊有台生基金 也有勞退基金 這個國發基金都有相應感 所以其實台灣的也是投資 也是一個投資環境 然後追求的目標跟生活是不一樣的 追求的是價值觀是不一樣的 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以台灣的模式來講 現在第一個是互動 然後共同成長 然後體驗 然後永續發展的價值觀就是這樣 是這樣子 然後國際的話就是希望能夠 就是往一個讓大家能夠出去 然後想回來也能回來的一個方向 對流的方向 對流的方向 然後其他就是信使自來的感覺 是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 就來到這邊 謝謝 謝謝